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在這集跟大家睇一個奇案。 這宗案發生在四川,有五個思維異於常人的少年,女犯奇案。 而且都幾傻的這宗案件。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古惑仔令到很多小朋友都有樣學樣, 他們很嚮往這些幫派生活,都光劍影。 而在四川省發生了一宗神奇的案件。 在千禧年秋天的夜晚,有五個少年在佛像面前插血為盟, 結為異性的兄弟,成立新農會。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開始。 在二千年的年頭,四川省警方接連接到報案說他們怨的幾個地區, 發生了一些偷野搶劫事件。 有一個貪犯報案,就是自己無緣無故被幾個年輕人嘔打, 還被人砍傷了右邊手臂。 有一個農民就說自己家裏曬百多斤蠟肉被人偷了, 嘔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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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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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偷我的槍走啊。 去到2月1月,大田香一間酒店暴案 就是酒店裏面的電視和部分酒、肉都被人偷了。 警方去到這些案發現場之後認定 犯案的是同一批人因為全部案件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案發現場都有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字條 上面寫著債主兩個字。 這兩個字令到警方和受害人都很疑惑 因為受害人或受害者的單位是無任何債務糾紛 亦都無負債的情況。 如果真是債主來收訴,怎樣都會有個交涉過程。 最重要的是這一種入室偷雞、背後偷肉、 順手摸羊的行為太傻了, 一點都不像專業的追溯佬。 不過雖然說兇手的行為令到人一頭霧水, 但那麼短時間裏接連犯案, 而且留下了特定的字條, 在當地其實他們已經做到好大影響。 於是警方開始重點調查, 而且對方太過囂張了, 警方一開始做好要打場硬仗的準備, 但原來是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硬, 甚至乎他們覺得有些酷笑不得。 警方經過一段時間走訪, 在一個四川盧縣明井山的老太婆上得到些線索。 她跟警方說, 就說自己租屋屋給幾個年輕人, 每天都帶著刀搓搓入入, 時不時帶上雞鴨魚肉食物採電回家。 而這個阿婆的線索也引起了警方懷疑, 警方於似乎開始敦點埋伏, 去到01年4月20號警方開始拉人行動, 一舉拿下這個叫債主的搶劫盜竊團伙, 整個追捕過程很順利, 幾乎是無受到任何抵抗, 人贓並獲, 令到警方想不到的就是這個叫債主的盜竊團伙 不單止有黑社會性質, 而且亦都是一班未成年人, 他們的幫派不是叫什麼債主, 而是叫新農會, 這一個幫派有五個核心成員, 分別是大佬謝騰軍, 卓號座山雕二十歲, 老二卓號狐狸年齡十八歲, 老三李宗健, 卓號雪豹十六歲, 老四忠偉, 卓號狼勝年齡十六歲, 老五唐亮, 卓號狂刀年齡十六歲。 這五個骨幹成員分工明確, 老大就是幫派創始人, 主要做大佬, 老二就是首席營運官, 負責幫會整體運營老三, 負責外交, 全權負責帶領幫會人員對外開戰, 屬於老莽衝撞的人, 老四就是財務和內部工作, 屬於這幾個人裏面, 讀書讀得最好, 數學最聰明的人, 而老五叫狂刀, 這一個人是裏面最魯莽的人, 主要是和老三一起, 出外打仗, 武力輸出, 除此之外, 新農會竟然有九十七個成員, 同二十條似模似樣的幫規, 這些成員大多數都是初一到高一學生, 有些被他們吸引, 有些為了不想被其他幫派欺負, 主動給了五元雞任會費加入, 而這二十條幫規可以總結為二至當頭兄弟最大,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而之後警方亦對這幾個人做一個審訊, 徹底搞清楚新農會的由來, 原來每個成員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老大謝騰君初中絕學, 報入社會之後, 他成功進入勞州紡織廠成為一個維修工, 2000年8月3日夜晚謝騰君去紡織廠回夜班的路上發生交通以外, 當時他踩著單車, 結果被電單車撞了, 導致鎖骨折住院住了兩個星期, 之後在家休養, 在這段時間同樣沒有讀書, 在家好朋友李鍾建經常來探他, 兩個人可以講得上屈屈不得智, 於是傾傾傾傾, 就講返起小學時代所創立的幫派新農會, 於是兩個人決定東山再起, 要再創輝煌, 重建新農會, 兩個人一拍即合, 李鍾建就找了自己三個好兄弟, 光波還有唐亮, 這幾個人就在佛廟裏面插血為盟, 叩頭結拜, 五個人在菩薩面前講, 或不求同年同月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被人拉, 即是啪啪啪啪, 不斷叩頭, 五個人正式結拜成為異性兄弟, 新農會在當地正式登場啦, 搞個幫會, 他們希望能夠做強做大長久發展啦, 除了制定幫規之外, 都有一些美好的願景, 譬如辦茶館、酒店、桑拿、網巴、小賣部, 而且亦定了一個很嚴格的入會條件, 譬如人品好、講道理、服從大佬等等。 新農幫成立了之後, 經常受到不良少年騷擾或者欺負的在校學生, 開始加入他們, 新農會就以一個口號, 就說只要你加入, 我們就會照著你, 這一個做原因吸納了大批學生進去幫會, 短短幾個月時間, 幫派成員去到97人, 而且這班人都是14至16歲的未成年人, 這些成員每個月要交5元到10元不等的幫費, 而在幫派成員達到高峰的時候, 新農會還在附近一個廢氣專廠裏面, 舉行一個規模好大的入會儀式, 雖然幫派勢力壯大了, 但是啦, 有些現實問題放在他們面前的, 就是無錢,窮呀, 無錢怎做英雄呀, 靠幫會收那些保護費, 根本撕啞啦都不夠, 甚至乎有些成員撕帳, 無資金保障, 那大佬哪有面子呀, 更加不要說什麼開茶館呀, 酒店喪囊網吧啦, 連自己生活都照顧不到呀, 為了快速完成原始的資本累積, 這些幫會高層, 經過商議之後決定爭設一個部門, 這個部門的名就厲害啦, 叫神偷堂, 而且是故意找了, 偷過好多次東西, 被人拉過的邱小林, 做堂主, 神偷堂的主要業務, 就是發展偷竊方面的東西啦, 是用來籌集資金, 維持幫派的營運, 而為了令到幫派, 能夠在當地站得穩, 幾個高層人員, 經過多方面的考察, 在附近一個五公里的明井山上面, 找到一個股債, 這個股債有幾間棄置了的房屋, 平時好少人來到這裏的, 而且這裏, 崎嶇難行, 二手難供空氣清身, 適合長期住宅, 於是乎這裏成為了他們的根據地。 新農會來到這時候, 萬事必備, 指差犯案, 而大佬謝騰軍, 開始組織幫會成員, 去嘗試各類的犯罪活動, 不過由於年齡所限, 局局仍然很小, 做不出什麼大事, 都是偷下東西, 打架, 不過短短三個月時間裏, 新農會屢犯其案, 在當地學校和市民裏面已經是引發了強烈的不安和恐慌, 所以個老大謝騰軍, 越來越膨脹, 為了打響之名道, 他下令每次做完案都要留下特定標記, 用來讓命立萬, 所以人們才會在現場看到債主這兩個字, 其實他想寫的是債主, 但無文化, 寫錯字, 所以就變成債主, 而他們被人拉緊的時候, 幫會幾個高層還在計劃, 要找些女性會員入會, 還要幫大佬謝騰軍, 選個壓債夫人, 結果這個計劃還未實施, 整個幫會被人掃了, 由於幫會裏面大部分成員都攝勢未深, 而且有不少人是出於尋求保護, 或者尋求刺激就不帶有犯罪目的動機, 而且幫會成立也有一定的模仿性, 衝動性和盲目性, 雖法律上就無將他們定性為黑社會, 但都進行了一定的懲罰。 01年5月29日, 當地人民法院就開始審理新農會五個骨幹成員, 年紀大的就勞改, 年紀小的就被判管教一到兩年, 所有成員都要寫一份保證書, 而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謝騰軍講道, 他說其實被人抓都是好事, 因為他發覺幫會成員多了之後, 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夠管理到他們, 如果不被人抓的話, 新農會的未來難以估計, 看古畫仔看得多, 就弄了個黑社會出來, 以前的人都幾厲害呀, 你完全猜不到他原來這麼輕易, 就可以起一個字頭出來, 不過文化有限, 如果他們當中有人讀過書有文化的話, 這個組織好恐怖呀, 那麼快就有一個一百零的組織呀, 你想一下, 如果後面的東西鋪排得好的話, 是絕對會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勢力來的, 不過, 整班人沒有文化啦, 格局不大呀, 做了些偷雞摸狗的事呀, 亦都好彩他們格局不大, 又叫做沒有做到什麼傷天害你的事啦, 好啦, 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給我幫,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